那我的投資觀念很簡單就是 我們今天在買股票 冒掉就是一個風險 不管你今天買的是高股息 或是買市值型的 當股市大跌的時候 沒有人逃得掉 全部都會跌 那唯一不會跌的有可能是什麼 是債券 債券是有避險的 而且是公債型的 不是公司債 而是公債 好 所以 我們今天在做你的 投資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投資人要做一個 基本的資產配置 舉例來說 我自己把我的資產 分成台股跟美股 那我自己的投資 就是比重比較高 是在美股的部分 因為美股比較容易 投資到全世界的公司 那所以如果我投資美股的話 我可以投資到很多 我們日常生活中 都有用到的公司 就甚至不管是特斯拉 Facebook 麥當勞這些 你耳熟能詳的公司 在美股都有 那我透過這一檔叫做VTI 投資美國整個股市 大型中型小型的 個股的這一檔 ETF 當作我的主要持股 那另外一檔是透過VXUS 投資全世界 美國以外的其他所有 一些知名公司的企業 當作我的分配 所以你看當我的資產 已經分配到全世界的 股票公司去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因為好的時候大家都好 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因為有別人會比你更差 那除了股票之外 我也把其他的比例呢 分配到其他的債券去 這些債券就涵蓋了 美國的公債市場 跟一些公司債 那我稍微拉比較多一點的比例 到美國的中期債券市場 跟美國那個20年期以上的公債 那台股我也是放一些 所謂的市值型的 ETF 跟高股息型的 ETF 我就各放一半 因為這很多人在爭論說 哪一種會比較好 你應該全部放市值型 你應該全部放高股息什麼的 那對我來講 我的買股票的概念是分散 那我後來選擇00692就是因為 其實他的成分股有一百檔 所以他 而且他也是看市值的 所以不只前50大 他連後面的中小型企業選進來 他有個好處啊 就是今天如果 因為後面50檔 有比較多是高股息型的 所以他的配息會比0050這種 還要稍微高一點點 但缺點也是 他的台積電含量就比較少一點 比如像台積電含量就43% 44%左右 那現在的0050台積電 超過50% 對那現在大家在漲台積電的時候 你看0050 608 他就會長得比692多 就有一好沒兩好 沒錯沒錯 那我覺得投資人 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要想清楚說 他的特性是什麼 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我是喜歡分散 所以我就這樣選 那高股息也是 高股息 像00878跟00919 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878是選 過去配息記錄好的 那他未來預期 可以穩定配息的公司進來 00919是 我不管你以前怎麼樣 你現在宣佈的配息率高 我就幫你選進來 明年我就把你換掉了 這兩個非常的不同 但是哪一個到底會表現的比較好 說真的 你沒有觀察了三五年 你也不知道 那與其這樣子 那其實我就把資金分一半 兩個都買 不管你哪一個好 我都有 我的觀念就是這麼簡單 你怎麼會給你 對方各種 感谢观看